杨子在埃菲尔铁塔跳甜美少女舞 白色连衣裙披肩发甜美活力十足 杨子是一位备受关注的中国女演员 她的演技和外表都得到了认可 近日,她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了一段 自己在埃菲尔铁塔前跳舞的视频 引发网友热议 视频中,杨子身穿白色连衣裙 留着光滑的黑色长发 看上去甜美 又充满活力 她随着音乐的节奏跳跃着 动作优美动人 人们不禁佩服她的灵活性和协调性 该视频的背景是巴黎的地标建筑埃菲尔铁塔 在夜色的映衬下 铁塔闪烁着迷人的光芒 完美呼应杨子的甜美形象 整个画面看起来非常和谐美丽 让人感受到巴黎的浪漫气息 杨子的这段舞蹈视频 不仅展现了她优美的舞姿 也展现了她对舞蹈的热爱和自信 她的动作流畅自然 每一次转身 每一次跳跃都那么恰到好处 让人不禁惊叹 这段视频也让人们看到了杨子的另一面 她不再是只能在舞台上表演的女演员 而是一个充满活力和创造力的舞者 杨子的舞蹈视频也得到了网友的热烈反响 很多人留言称赞她优美的舞姿 也有人对她的自信和活力表示羡慕 这个视频让人们更加喜欢和欣赏杨子 也让人们看到了她多元化的一面 除了这段舞蹈视频之外 杨子在娱乐圈也有着很高的知名度 她出演了多部知名电视剧和电影 如家友儿女欢乐送香蜜沉沉浸如霜等 深受观众喜爱 她的演技也得到了广泛认可 被誉为新一代演员中的佼佼者 杨子不仅在演艺事业上有着出色的表现 还积极参与公益事业 她多次参加慈善活动 为贫困地区的孩子们提供帮助和支持 她还成立了自己的慈善基金会 为有需要的人提供帮助 她的慈善行为得到了社会的广泛赞誉 也为她赢得了更多的支持和尊重 总的来说 杨子是一位备受关注的女演员 她的演技和颜值都是备受认可的 她在娱乐圈也颇有名气 出演过很多知名的电视剧和电影 她的舞蹈视频展现了她优美的动作和自信的能量 让人们更加喜欢和欣赏她 她还积极参与公益事业 为社会做出了积极贡献 相信未来 杨子会继续保持出色的表演 给观众带来更多精彩的作品 杨子如何实现逆生长 证明自己不是丑女 今年夏天 杨子主演的古装偶像剧《长相思》 如飓风般席卷而来 引发了无数观众的热情和关注 杨子饰演的《号灵王姬逍遥》 与张万一饰演的《西燕王孙玄玄》 邓伟饰演的《青秋太子图山靖》 谭剑刺饰演的《九命妖王香柳》 展开了一场复杂而深刻的战斗 在这部《一女队多男的戏码》中 各种势力齐头并进 令人目不暇接 官方认可的逍遥与青秋公子的搭配 或许并不是最好吃的搭配 然而 耀轩兄妹之间的深厚友谊 以及逍遥和香柳之间的情感纠葛 却成为了广大观众心中难以平静的地方 杨子 1992年11月6日出 生于北京房山的一个普通家庭 他从小就热衷于表演 如花向阳 艺术灵魂从小就显现出来 在校期间 他积极参加各种文化活动 比如蝴蝶第一次舞蹈测试 为他以后的演艺事业 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012年 杨子通过了北京电影学院专业课程严格的选拔流程 最终脱颖而出 成功考入表演戏 从此拉开了他演艺生涯的序幕 就像一颗星辰 经过岁月的洗礼 逐渐燃烧成璀璨的星河 杨子的演艺事业并不是一帆风顺 但他的坚持和毅力就像一块磐石 坚定地支撑着他风雨无阻 在演艺圈的道路上 他不断探索 大胆尝试 就像花园里的蜜蜂一样 试图采集一切可能的花蜜 他的演技如红 完全不服发挥角色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杨子在演艺生涯中 不仅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也给观众带来了很多优秀的作品 他饰演的角色形象各异 从青春校园到古装剧 再到现代职场剧 每一个角色他都能游刃有余 他的演技就像天上的星星 无论黑夜都散发着独特的光芒 杨子在大学时期就开始了自己的影视生涯 就像一朵在温暖的春天里静静绽放的花朵一样 他开始拍摄一些影视剧 此后 他的演艺事业就像绚烂的烟花 一发不可收拾 他先后主演了多部筷智人口的影视剧 欢乐颂中古灵精怪的秋 盈盈亲爱的热爱的钟 俏皮可爱的童年 香蜜沉沉浸如霜中美丽的花神女儿等等 这些角色都让杨子脱颖而出 在娱乐圈中 就像夜空中闪烁的星星一样 吸引着无数观众的关注和喜爱 他的演技也得到了大家的认可和赞赏 成为当代年轻演员中的佼佼者 在娱乐圈中 杨子凭借自己的努力和才华赢得了很多荣誉 2016年 凭借电视剧《欢乐颂》中的出色表演 获得第23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 最佳女配角 成为唯一一位获此殊荣的90后演员 此外 她还多次获得其他奖项的认可 如中国电视剧质量盛典年度质量表演巨星 2018年 杨子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 开始独立经营自己的演艺事业 此后 她逐渐展现出更大的实力和影响力 她的演技和颜值深受观众喜爱 成为了很多粉丝心中的女神 随着时间的推移 杨子逐渐成为娱乐圈的一线明星 她的演技越来越好 塑造的角色也越来越受欢迎 无论是古装剧还是现代剧 她都能准确把握角色的性格特征和情感变化 展现出精湛的演技 在波兰壮阔的史诗《长沙之战》中 她就像一朵娇嫩的花朵 在家人的呵护下茁壮成长 她的心就像出生的阳光 天真无邪 对生活的心酸一无所知 然而战争的动荡不断打破她平静的生活 就像狂暴的风雨一样 让她这朵娇嫩的花朵在逆境中摇曳 在这个动荡的时代 她学会了如何在战争的硝烟中寻找生命的希望 像废墟中绽放的花朵一样 像世人展示了生命的坚韧和伟大 她和丈夫站在了战斗的最前线 用自己的勇敢和智慧为国家的未来做出了贡献 在接下来的欢乐送中 她饰演的邱盈盈再次获得了观众的好评 这个来自小城市的普通女孩 有一种干劲 也有一种傻气 她常常鲁莽行事 不考虑后果 遇到问题她总是搞不清楚 常常给自己惹上麻烦 然而 她也是一个善良 天真的女孩 她一生的喜怒哀乐 曲折让很多观众在邱盈盈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 无论是面对爱情妥协的屈辱 还是工作的艰辛 这个角色所呈现的人性的光辉与真实 无疑引起了观众的共鸣 她在《白蛇传》中饰演的白妖妖 就像是一个刚刚从远古神话中走出来的精灵 一条聪明古怪的小白蛇 用她独特的方式诠释着人间的喜怒哀乐 句号 从最初的《清澈如清泉》 到经历过爱恨情仇后的苏醒 杨子用泪水打造了这部剧的灵魂 当她看到自己的爱人因为她而被雷霆折磨时 她的无助和心痛让她跌入了深渊 在这个过程中 杨子的演技如星星般闪耀 点亮了这部剧的每一集 几乎每一集都有她令人心碎的哭泣场面 她的泪水如沉露般清澈 落在人间时 是最真挚的情感 杨子不仅在镜头前成功落下一秒泪水 更神奇的是 她哭的时候 脸色看上去并不僵硬 而是把每一个微妙的情绪表现得淋漓尽致 让杨子成功成为90后四位年轻女演员之一的剧 一定是热播的香蜜沉沉尽如霜 前期 锦蜜因为扶了流星丹 不懂爱情 乖巧可爱 雅子解释得很自然 懂得爱情后 以前有多幸福 以后就会有多痛苦 杀死续凤吐出流星丹后 锦蜜发现自己深爱凤凰 一脸悔恨之极 甚至将观众折磨至死 不需要滴眼药水来挽回局面 也不需要眨眼或者凶猛的嚎叫 一滴无声的泪水 就足以让人感到孤独 在热播剧《亲爱的、热爱的》中 杨子饰演的女主角童年给观众带来了亮眼的惊喜 杨子本人也和童年一样 对自己的梦想充满了坚持和热情 她表示 这是自己和童年最大的相似之处 对于自己的演艺事业 杨子一直有着坚定的信念和热情 用心演绎每一个角色 她的表演风格多样 无论是活泼开朗 还是深情内敛 都能让观众感受到她真挚的情感 这种细腻而富有感染力的表演风格 让杨子成为当代年轻演员中的佼佼者 如今《蝶恋》是暑期当最热门的影视剧 自首播以来 该剧连续四天位居日榜榜首 逍遥是一个经历了一百年沧桑的人物 她失去了身份和容貌 成为了一个失忆的人 一个失去容貌 无处可去 无人依靠 无处可保的女人 女扮男装 杨子在演绎这个角色时 通过微妙的表情 动作 语言 成功地刻画了小瑶的内心世界和复杂的情感变化 其次 杨子在这部剧中的演技也得到了很大的提升 她在表达逍遥内心世界时 不仅可以通过语言来表达 还可以通过微妙的表情和动作来传达情感 她的演技在这部剧中得到了很大的提升 让人们看到了她的潜力和实力 杨子在这部剧中的表现备受关注 不仅因为她是该剧的女主角 而且她还是该剧的制片人之一 杨子乐观积极的性格就像一缕明媚的阳光 为她的演绎事业涂上了鲜艳的色彩 她始终保持着阳光般的笑容 面对各种困难和挑战时 她总能以乐观的心态去面对 这种积极向上的精神力量 不仅让她在事业上不断进步 也拉近了她与观众的距离 她的性格就像春天温暖的阳光 让人感受到温暖和力量 更容易让观众产生共鸣并喜爱她 回顾杨子的个人经历 她从一个普通的小女孩逐渐成长为娱乐圈的明星 她通过不懈的努力和才华赢得了无数荣誉和关注 并积极投身慈善和创作工作 作为年轻一代演员中的佼佼者 她的未来值得期待 相信在未来的演艺事业中 杨子会继续展现自己的才华和魅力 给我们带来更多优秀的作品和惊喜 02.肖战的照片火遍全网 近日 肖战一张觉色美照在网络上引起轩然大波 20小时点赞破千万 短短20小时内 这篇博文的点赞数就达到了惊人的一千万 并且还在持续增长 评论和转发量也在短时间内突破百万 评论区充满了一致的 毫不掩饰的钦佩和喜爱 肖战被称为总指挥 娱乐圈颜值巅峰也不是没有道理的 她的演技一直被认可 能够扮演不同类型的角色 并且表现出色 但除了演技之外 肖战的颜值也是受到好评的重要原因 网友纷纷表示 肖战不仅拥有超水准的颜值 而且还能驾驭任何造型 这真是难得的能力 我觉得除了肖战连续三部剧 出色的演技 公众的认可之外 他那能驾驭任何造型的超可塑颜值 也确实功不可没 还有人补充道 我真的顿悟了 肖战这么漂亮 需要什么文案啊 尖叫吧 以前觉得肖战太好看了 这次真的是着迷了 这样的美景 一看就心跳加速 180 不仅如此 网友还在评论中表示 肖战的美太简单了 只要稍微秀一下自己的美 就能全往欢喜 平时 肖战一直保持低调 他的美不仅仅在于外表 还有他的内在修养和心境 他的审美修养得到了网友的一致认可 恰到好处的才叫美 比如头发 衣服 项链 锁骨 随意一张照片就这么恰到好处 不得不说 美真的是一种礼物 网友表示 肖战的一张照片就足以引发全网热衣和欢呼 证明了他独特的魅力 肖战不仅能够凭借神级美貌多年保持号召力 而且各方面都表现出色 因此 取代肖战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他的后继者还需要努力 顶 座杆盘 顶 顶 颶 顶 垂 顶 小 愿 そう 持人